袁金夏在院中追逐着杨月 脸打带踹 嘴里哼哼地骂道 臭大杨 臭大杨 害得小爷我栽在那个鹿阎王手里 杨月边躲边笑道 你栽在鹿大人手里 拿我出去干什么 还不是怪你 你若如约前去 我犯得着跟他呕气吗 咱俩联手还怕抓不住那曹坤 反倒被那个阎王碍了手脚 让曹坤跑了 不是 我说夏爷 那鹿大人武艺高强 怎能还爱着你了 他早不出手 晚不出手 偏偏在紧要关头蹦出来 那副阎王模样 不吓跑曹坤才怪 那为何没追上他 我可是听说 鹿大人轻功也是一流的 七 你就知道长他人威风 那个阎王有那么神吗 袁金夏撇撇嘴 哼 若不是他拿走了我的手冲 我早就 杨月笑着拦住袁金夏的话茬 我说夏爷 咱就别找理由了 既不如人就得承认 再说抓不住曹坤也不丢人 那鹿大人出手了 不也让他跑了吗 说的也是 你说那个曹坤竟然用了江湖上最下三乱的伎俩 那名药药性虽不大 却足以扰人视线 袁金夏嘴里叨咕着 突然邪魅地笑了一下 杨月见状 便坐下来问道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鬼注意了 天机 哈哈 不可泄露 袁金夏打着哈哈 大洋 你说 曹坤迟迟不离开京城 一定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就在于 袁金夏看向杨月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 一口同声地说道 曹领儿 对 从曹领儿身上 定能探得出曹坤的下落 曹坤对这个女儿是如珍宝 定不会弃他不顾的 那 我去跟踪曹领儿 袁金夏看着杨月 笑得贼兮兮的 大洋 你主动请应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啊 说 切 杨月扒拉开袁金夏指着自己的手 谁像你心眼那么多 我可是为了办案 袁金夏假装无辜的样子 我说什么了 你这么大反应 杨月翻了一个白眼 没滋生 兮兮兮 袁金夏挑了挑眉毛 大洋 你是不是看上曹领儿了 杨月又翻了一个白眼 站起来就要走 唉 大洋 这么小气 干什么 你都到了婚配的年纪了 在那就不行 有点想法了 那是你想的 我可没想过 杨月扔下一句话继续走 袁金夏追上杨月 好了好了 跟你开玩笑的 大洋 跟踪曹领儿还得我去 都是女孩子 方便一些 万一被发现了 我也好说词 杨月点点头 好 那你小心一些 曹领儿虽然没什么威胁 但他背后有曹坤呢 有什么是不可一个人犯险 好嘞 你就瞧好吧 岑福郁闷了好几天 每日里大人都会独自离开 就连去哪里也没告诉他 他就只能每晚在府门口徘徊等待 曹府附近 路易躲在暗处 看着袁金夏贼头贼脑地瞄着曹府的大门 心道 这丫头确实是有几分聪明在的 今日袁金夏并未着补快服 一身淡青色紧身装束 高竖着头发 原本娇小的身材倒显得欲加凌厉起来 过了不久 曹府大门打开 一个女子探出头来 警觉地向左右看了几眼才走出来 嘿嘿 终于让我等到了 袁金夏打了一个闷声指 调了一下眉毛 曹领儿呀 曹领儿 我就等着你呢 小爷今日总算没白挨饿 袁金夏揉了揉正几里咕噜叫的肚子 振作了一下精神 远远地跟上了曹领儿 陆毅则跟在两人身后 不紧不慢地走着 袁金夏只顾跟着曹领儿 并未发觉身后的陆毅 大概半个时辰 曹领儿终于停下了脚步 突然转头看向身后 袁金夏赶忙一抬胳膊 用袖子遮住脸 假意擦汗 在抬头时 曹领儿已不见身影 袁金夏急忙小跑几步 四处看了看 发现刚刚曹领儿站的地方正是一处拍卖行 袁金夏犹豫了一会儿 抬脚便向离走 拍卖行今日十分冷清 屋子里除了掌柜的 并未有其他人 姑娘 来这里可是要 袁金夏不想暴露身份和目的 不等掌柜的说完话 便白白手道 无事 走错了 走错了 嘿嘿 说完四处又扫了一眼 转身走了出来 怪了 曹领儿去哪了呢 陆毅倒是看得清楚 曹领儿确实进了这家拍卖行 此时见袁金夏一脸疑惑地走出来 心道 毛手毛脚的跟个人都能跟丢 袁金夏想了片刻 没有离开 一闪身躲在了拍卖行拐角处 小爷就不信了 你还不出来了 陆毅健壮 本来想离开的 但又想见见这个丫头还能做出什么来 便也悄悄躲在一旁瞧着 过了半个时辰 曹领儿没出来 却见袁金夏捂着腹部慢慢蹲了下来 陆毅一皱眉 这是怎么了 病了 慢慢向前移了几步 听得袁金夏细细碎碎的念着 这个曹领儿 干嘛呢要这么久 害得小爷饿了大半日 哎呦 好饿啊 曹领儿 你再不出来 小爷可要饿得走不动了 到时候小爷就赖上你 你得抱着小爷走路才行 路易听得袁金夏碎碎念着 又细听下去 有咕噜噜的声音 轻轻摇了摇头 又向后撤了几步 依旧躲在暗处 大概一个半时辰 曹领儿才从拍卖行走出来 脸上带着笑容 看样子甚是开心 袁金夏站起来 揉了几下肚子 提了气跟上去 曹领儿走了一会儿 发觉身后似乎有人跟着自己 便留了意 走走停停 直到闹事时 才大着胆子转过身 目光一下子对上了袁金夏的 袁姑娘 你 你跟着我做什么 哎呀 是领儿 袁金夏假装欢喜地上前 拉住曹领儿的手 真巧啊 领儿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 那日一别已有数日 你可还好啊 你 你刚刚不是一直在跟着我 嗨 想哪去了 我跟你做什么 我今日木休 你要让我挑一块布料 像裁剑衣裳 我转了半日 没有相中的 正觉得无聊 就碰到你了 灵儿你可有事 不如陪我一起转转吧 曹灵儿听着袁金夏连珠炮般的话语 又向后面张望了几下 却不曾有甚可疑之人 当下不再有顾虑 笑道 好 袁姑娘 那我们就一起 路易见两人片刻间 便拉了手走到了一起 还谈笑风生的 甚是纳闷 这女子之间也能如此相处 倒是爽朗 只不过看着一个鬼马精灵 一个不安事事的 也是有趣儿 路易又向前走了一段 见两人竟然手拉手进了一家馆子 心道 这个丫头 假借办案之名 骗人家姑娘吃吃喝喝 当真顽劣 路易回到北镇府司 陈福 去查一下 珍宝阁的东家是不是曹坤 陈福领命离开 另一边 袁金夏一边吃吃喝喝 一边有意无意引着曹灵儿说话 虽然曹灵儿没有明说 却在不经意间流露了些信息 袁金夏更加确认 那曹坤定是隐秘在拍卖行 和曹灵儿分开后 袁金夏迅速回到六扇门 大杨 快 饿死小爷了 袁金夏一下子跌坐在椅子里 一只手伸向杨月 杨月急忙从怀中取了包裹 打开后递到袁金夏手里 大杨 还是你体贴 袁金夏边往嘴里送着糕点 边含糊说着 我还不知道你 快吃吧 慢点 喝口水 杨月又递了一个杯子过来 爹让我照顾好你 我怎能不上心呢 你可是我妹子 爹一直把你当闺女 嗯嗯 知道 大杨 你快去 袁金夏嘴里不停地嚼着 还边给杨月派着活 啥事啊 你慢点 再噎着 吃完再说 袁金夏紧着嚼了几下 咽下去一大口 呼了一大口气 大杨 你去探厅下 珍宝格 看看东家是不是曹坤 记住 莫经着了 好 杨月应了一声就离开了 晚些时候 袁金夏和路易分别从杨月和陈福探厅的信息中 知晓了自己的判断无误 大杨 今晚咱们夜探珍宝格 抓曹坤 好 陈福 一会儿你自己回复 不必跟着我 陈福尽了几下鼻子 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人 我 说着指了指自己胸口 路易看了一眼 不再理会陈福 陈福知道这事又不带自己了 当下也不再多言